大家好 今天又要分享生活中有趣的小玩意兒 我又要開箱了 那畫面裡會看到一個箱子 這是下午才收到的 熱騰騰的 那今天的開箱 是我很期待的一個開箱 我等這個包裹等很久了 那這個包裹是在端午節前 淘寶618活動 2023年618淘寶年終慶 618活動的時候買的 那我在6月15號的時候就購買 那個是618活動的第一天 我就購買 那一直到今天才收到 今天已經是6月27號了 所以說足足等了快要半個月了 那因為它有一些商品的話 不是現貨 所以說會等了一下 然後再加上這次在海關待了比較久 那很不幸的我這次有被扣到睡 那沒有關係 那這個的話終究是收到了 是很開心的拿到這個包裹 那這次開箱的話它 是一個玩具 怎麼說玩具呢 那我們這個頻道的話還是一樣 再介紹EDC 那刀光火燒前電房玩 我們在前面的節目都已經有介紹過 什麼是刀光火燒前電房玩 對不對 那今天要開箱的是玩的這一個部分 這也是EDC Everyday Carry 我們有時候 男人的浪漫 那生活中還是要帶一點樂趣 EDC隨身的攜帶品裡面的話 也帶一兩件小玩具 是很重要的 那這次買的是一個很知名的 Figitoys的品牌 叫老鐵 傲嬌的老鐵匠 那這一個 我這次這個package裡面的話 都是他們家的產品 那我就把它打開了 那今天要開箱的這一個 算是解壓玩具 Figitoys裡面 相當知名的廠牌 跟相當知名的這個產品 好 那他們傲嬌老鐵匠的話 有一個特色 第一個是他們東西都賣得很貴 哈哈 所以說有時候 你看到這個玩具 好像不齊眼 事實上它 價格不費 好 那我們這次的話 開箱的三個 這裡面有三個 這個 小玩具 那我會分三次開箱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的影片太冗長 那我就分三個 那我今天 我先開 我最期待的那一個 那我這次買了什麼 真的是大手筆 一次買三個老鐵匠的東西 真的 這個其實在 在我們一些 EDC界裡面的話 老鐵匠的產品 是比較昂貴的 所以一次 開三個的話 其實這個 算是下重本 那 這次的話 因為有蹭火洞的話 我就跟他 都帶了一些 那我等一下會跟各位說明 其實這三個產品 的狀況都不太一樣 那我這次的話 還買了 他們老鐵匠的 閃身 那閃身的話 這個是一公尺長的閃身 為什麼感覺上 這個好像比較小 我不知道這裡面是什麼 我等一下開 開著再說吧 這是什麼 這不是閃身 感覺上好像是 這是贈品 這 蠻奇妙的 沒關係 這之後再說 那他也附贈了 那個 小玩具的一個 擦拭 擦拭的海綿 這樣子 好 那我這次要開的 欸 主角是誰 我看看 老鐵匠 機械師 好 這是 就他 然後 好 欸 2.0 機械師 對對對 我買的東西 買到都忘記 我買了什麼 好 那我把盒子先拿到旁邊去 好 然後 我把主角放在這邊 那這次的這個產品的話 澳嬌的老鐵匠 我把字 就呈現在這裡 澳嬌老鐵匠 那他英文牌叫做 老鐵 L-A-U-T-I-E 那這個在網路上的話 如果搜尋的話 他是相當知名 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一下 那我這次的話 買的是 推牌 也就是Shuffle 那Shuffle 那Shuffle的話 其實在 美國 還有歐美那邊的 EDC界的話 是相當知名的 那他英文的話 是這麼寫的 你如果說搜尋 你會看到 老鐵Shuffle V3 或3.0 然後 Draconium 是 個 啊 鉤啦 兩萬鉤的一個材質 那中文名的話 就叫 澳嬌的老鐵匠 撲克推牌3.0 是這樣 我這是買3.0版的 那我先打開來 給大家看一下 有觀眾朋友問我說 我每次開箱都很小心 這實在是 我一直都走這個Style 那當然我們在 YouTube上面的話 也會看很多人的開箱 那當然我也都有訂閱一些 那個Fijitoys的廣告 那些老美的開箱都很 帥性 那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他們老鐵匠的包裝 其實是相當精美 那當然 他這個價格是相當不菲 那我就不要跟大家講 多少錢了 大家有興趣的話 會去查一下 這個是 但是如果說 在查價錢之前的話 要有心理準備 因為他的售價會讓你 這個 大吃一驚 好 那他上面的話 都會寫一個 Stay cool and be different 很好啊 Stay cool be different 要與眾不同 那他的包裝的話 就是一個黑色的底 寫著老鐵 是他們的品牌名 包裝還不錯 好 那我要打開他了 好 真的我現在的心跳有加速的感覺 因為我真的很期待他 好 因為是一個很知名的產品 好 很有趣的Fijitois 好 好 好 我們要打開他了 好 那打開他了以後的話 我們會先看到一個 前面的一個 這應該是一個裝備盒吧 裡面就是會有一些貼紙啦 好 小鐵的話 他們就是一個 這個像鐵錘上面有帶一個閃電 好 那他們家叫EDC house 他真的很希望我們把這個玩具帶在身上 Niko design 啊 Niko 這是Niko Niko and 陽文 Niko 好 這就是產品 還蠻沉的 還蠻沉的 那他size的話不大啦 來我們看一下 這是一個50塊的硬幣 好 50塊硬幣 台灣啦 台灣的50塊硬幣 是小小的 小小的 那 這個是他的1.0版 好 就比較大一點 這是 這也是推牌 不過這是兩層的 然後等一下跟大家做個比較 那我就要把它打開了 哇 相當的精美 而且價格不菲 好 透露一下 這台幣的話 相當高昂 算了 還是不要透露好 我怕的 把大家嚇到 這真的賣得很貴 我不知道 我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Fishy Toys要賣這麼貴 我等一下跟各位分析一下 好 那我們就看到主角 我看一下這個箱 盒子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沒有勒 真的 就是一個 一個真空包裝 然後跟我們的 產品的這個主角 其他真的就沒有了 那他的特色的話是說 它是陶瓷做的 zaconium zaconium的話是 鉤 鉤金屬 那鉤的話 我們就要稱為鉤合金 那鉤合金的話 它在原子序上面的話 是 這個 40 我印象中的話 它是第40號的 那個 原子序 那它的 電子主態的話 是 克 然後 5s2 然後 4d 4d2 4d2 大家如果說 了解座期表的話 大概知道我在說什麼 那它的融點相當高 1800度C 攝氏 它才會融解 那它 這樣子的一個材質的話 其實很不好 很不好加工 所以說這裡就是為什麼 售價相當高昂的原因 這其實這一個 要7000多塊錢台幣 大家應該很感到不可思議 這樣的一個玩具要7000多塊 而且它 Size 很小 50塊的硬幣 就這樣子而已 那鉤的話 它這個 陶瓷材質的話 不容易磨損 不容易損傷 不容易刮傷 不容易刮傷 那像我們鉤的話 都會應用在很多地方 鉤了 對不起鉤 我一直講個 鉤 那這個的話 也是鉤材質 揚化鉤 所以說它是會有一個像是金屬 有點像是陶瓷的那種觸感 那像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鉤涼 好 對 那例如說 它也會用在手錶上面 這是寶珀 寶珀的手錶 寶珀 深淺氣 五十尋 非凡即時的手錶 我在前幾天有做開箱 大家可以去看影片 它也是氧化鉤的材質 是陶瓷的手錶 對 那所以說它普遍應用在很多地方 那主要的特色就是防刮 是這樣子 那材質的穩定性很好 硬度很強 那這次的這個推牌 它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再小一點點 它真的蠻小 我一直以為說 它會跟這個1.0版是一樣大 結果沒想到 它是比較小一點點的 比較小一點點 對 那它跟我其他的推牌 例如像這個是玩物樂製 玩物樂製的文武雙拳 我本來以為文武雙拳已經夠小了 結果沒想到 我這個Shuffle 這一個普克推牌才更小 那它的話 它是三層的推牌 第三版的話 那我們看它背面 背面的話 它會有一個 這個 上面會有 FXX 什麼House 然後老鐵2099 然後它其實做得很細膩 這旁邊的話 還有帶著 銅 銅的那個 顏色 那這邊有一個小鼻子 那網路上 我有看過 有人講說 這個鼻子很容易掉 有人會想要另外放 不過我也不知道 怎麼樣把它拆下來 那我們在玩的時候 它是三塊 這個推牌 而且它各三段 這是一段 那兩段 兩段啊 都兩段而已啊 沒有三段 都兩段而已啊 我一直以為它有三段 一二 手感很好 手感非常好 很舒服啊 很棒 你可以把它打拆 成那個 它的沖塵整個會拉得很大 很好 真的 我很喜歡 很不錯 很值得等待 好舒服的手感 非常好 然後它的這個外型也相當漂亮 做一個小鼻子 然後它正面這邊 是一個S 那我這次是買 S三條的版本 S三條的版本 三條S的版本 是這樣子 那整個是相當有趣的一個玩具 相當的棒 那很多人講說 這一個Shuffle 這一個普克推牌的話 是右手版本 右手才有辦法玩 其實並不是這樣子 因為普克推牌的話 其實我很喜歡 那這一個1.0版的話 我是很常在使用 那它會有一個 好像是 那個 Zippo Zippo打火機的那種 聲音 金屬聲 很帥性的聲音 那 這個 Zirconium 高的材質的話 它就沒有這樣的聲音 不過它取而代之的是一個 很比較溫潤的手感 那你說 它都是右手的玩具嗎 其實不是啊 你看我用左手一樣也是玩的 一樣也是可以玩 不會說它是右手版本 那我們現在 這時候把它做一個拆解 它這次的話 是沒有軸承的設計 所以說 我其實這 我其實這兩個 是閃繩 這兩個應該是閃繩 那閃繩的話 我會把它做一個繩結 然後穿在這上面 穿在這個洞上面 對 這個是閃繩 這是閃繩 對 那有機會再跟大家開箱 那 我看到網路上 有些人的話 會把它做一個拆解 看 對 可以拆解 拆解 那它這磁性相當的強 你大家如果說 有戴手錶的時候 要注意喔 你這手錶必須要防磁喔 你必須要有很強的防磁 不然的話 你身邊的這些玩具 磁性都相當強 你會 手錶會不準喔 要小心 那我們這可以把它拆開 拆開的話 它會像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我看到很多人的話 他會把中間這一塊拿掉 中間這個拿掉 拿掉以後的話 它就會變成是 雙層的推牌 雙層的推牌 它的感覺就會像是 像是在玩 1.0版 手感相當好 那我們可以仔細看到這個地方的話 它還有編號 這個編號是銅 它是銅跟 Zaconium 鉤的 合金 不是合金啦 混合啦 因為在這 紅色黃色部分就是銅嘛 那其他材質都是鉤 然後我編號是 537號 大家看得到嗎 這是537號 然後有時候 這一個 錄影機的對焦不是很準 537號 那 如果說看不太清楚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它的外盒 外盒這邊有寫 Number 是537 Zaconium and Copper Copper 銅 對 那我們這樣子 EDC的玩具的話 有一個特色 它大部分都是限量的 它都限量的 所以說 537其實不是算限量的很多了 它另外一個版本 是AKQ的版本 我這是三條意思嘛 AKQ是順 順值的版本的話 它就是有限量199格 是這樣子 對 那 我這次買的是三條S的版本 相當好 相當好 非常好 這我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 而且很有質感 雖然價格 真的是 我知道很多人 聽到這個售價的話 會覺得 我們玩這種東西的人 是相當瘋狂 對 而且 其實不瞞各位說 我直接從淘寶買的話 因為我們幾乎所有的EDC的FijiToys 都是大陸做的 那你直接從淘寶買的話 已經是便宜了 我們有時候會到老美 或是歐洲人的網站上面 去看他們的一些二手在交易 或者是說 會看到他們的網站上面的售價 其實都非常的高 這都要台幣一萬五以上 他一定感到很不可思議 對不對 是啊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我也是相當不習慣 我一開始看到 知道這個東西的售價的時候 我都覺得 這是大家都瘋了 對 不過他 他有他的 有趣的地方 他手感相當的溫潤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來得好 那我們每一個EDC的Toys 都有不同的手感 而且不同的聲音 像這個也是 其實這個也是我很喜歡的一個EDC EDC的玩具 對 那當然也有這種泡泡臂 好 那我們今天開箱的話 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呢 下次見 謝謝 謝謝 好